前兄弟向双箭头林一增左于葛雷诺右 记者徐正阳社 记者徐正阳台北报道 葛雷诺今天出席职棒传奇球星公益赛拍照会 与当年在兄弟向合组双箭头的林一增重逢 他表示林一增是他印象最深刻的中职球员 当年他的打击策略很简单 等林一增到完美再出棒就好 葛雷诺指出当年林一增是第一棒 他打第二棒其实很轻松 不只是对手连球迷都知道 他上壘就要到壘 这不是秘密 大家都也想看 我只要等他到上二壘再出棒就好 如果他还到上三壘 我打滚地球就能得分 葛雷诺表示林一增很会到壘 他常要执行战术 彼此常要沟通所以很熟 就算我出局后面还有第三棒李居民 第四棒路一世 只要他上壘 我们第一局很容易得分 葛雷诺1993年才加入战队 不知道林一增在1991年季后被为拳龙交易过来 看到林一增拳龙对球衣非常纳闷 只问为什么我们的球衣不一样 得知缘由后 笑说明天叫他来打我们这队 我们在一起打第一二棒 葛雷诺表示当教练后 长腰为球给打者打 投球的感觉还在 但眼力与腿力已经大不如前 手脚只是看起来一样 其实已经完全不一样 明天我只希望能碰到球就好 看到林一增积极 热身不忘提醒大家他可能会到累哦 前兄弟向双箭头林一增 左于葛雷诺又记者徐振央社 林一增相隔26年后再次穿上位拳龙球衣 记者徐振央社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